大概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呢 过去呢 我们从新闻上所看到的是 大概城市在争取城市对港的主导权 或者是港部公司在争取港部公司的自主权 过去是属于一个争权的状态 但今天不是 今天贺城部长跟吴董事长 还有跟各县市政府代表所接触的方向 是合作 合作 共融 大家分担责任 然后把城市的发展做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从部长刚刚的高见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未来一个港的发展 在过去戒严时代 他大概只扮演了经济发展的角色 那这个港呢 是跟人民的距离是相当的远 甚至于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但是未来整个港的发展 不仅仅是希望能够继续肩负经济发展的重任 随着时代的变迁 有不同的经济的这个模式 但更重要的也是要跟都市的景观结合在一起 然后把人的轨迹引进来 让人民有一个清水的环境可以生活 那换句话说 未来港的功能变广了 未来港的功能也更深入到市民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方向应该会得到活人大力的支持 那第三个也看到了城市的未来 因为每个县市长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破话 特别是在都市景观方面 现在台湾持续的在进步 不仅仅科技进步 经济发展进步 产业进步 即使人民对生活品质的提升要求也很严格 特别是对都市景观的要求 也非常的有他们独到的这个见解 那今天在这个合作的平台里面 那么县市长对都市的破话的拦图 也可以融入整个港的发展里面 我觉得这物理人对每一个县市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我代表七个县市长 包括台南市在内 从高雄 台南 台中 新北 然后到基隆 宜兰 华联 我们七个港口所在的城市 跟赫子部长跟武董市长率领的团队 表达最大的感谢 那我也祝福今天的论坛顺利原本成功 未来港市的发展 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 带动我们国人整体的提升 生活品质整体的提升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